那么刚才那个连平老师讲的 房地产最近的下滑 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如此之重 反倒让我觉得感觉好像好了一点 为什么呢 房地产这么糟糕 也就这样了 我们仍然能够维持比较稳定的增长 你去看美国日本 房地产爆掉的时候 那对他们的经济打击远远超过 我们现在这个情况 我们现在还能有百分之四五的增长 那么这对我来说说明什么问题呢 就是确实有新的东西 再逐渐地补上来 当然还需要时间没那么快 房地产太大了 逐渐地补上来 否则这个增长哪来了呢 房地产已经这么糟糕了 已经这么厉害地下滑 仍然能够稳定增长 那我看看 我前两天读那个Bloomberg economics 这个预测 我们国家的高科技产业 所谓的形式在那里 从2018年占GDP的11% 他们预测到2026年占19% 巨大的增长 新能源行业 EV包括电池 包括风能所有这些 太阳的新能源 到2026年 可能涨到GDP的23% 房地产会从 GDP的24%降到16% 这需要时间 需要时间没那么快 但是确实是在发生